是王岐山孟建柱这帮孙子搞的海外的情报平台 关键的问题 他在这个之前帮助共产党掌握的情报 而被抓起来黑掉的钱可能是达到上百亿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涉嫌允许哈马斯等恐怖组织 透过平台移转资金 遭到美国政府指控违反洗钱和制裁等相关归 赵长篷要认罪并且下台 币安也将支付43亿美元 大起来黑掉的钱可能是达到上百亿美元 再一个他帮助犯罪洗钱军火洗钱 共产党给他定义就是洗钱和一带一路上的所谓的金融双轨制 就是暗网非法的个人民意出现 一个就是共产党审判出现 对咱们中国人的危害太严重 去兵贺不通话 去兵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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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closely 都有十字提供 也是 连国父兵货 都 refresh 到 关键的问题 它在这个之前帮助共产党 掌握的情报和被抓起来黑掉的钱 可能是达到上百亿美元 再一个它帮助犯罪洗钱 军火洗钱 共产党给它定义就是洗钱 和一带一路上的所谓的金融双轨制 就是暗网非法的个人名义出现 一个就是共产党身份出现 对咱们中国人的危害太严重 就拧投了钱 适当的时候谁把你家抓了 就灭你的门呢 再一个它发的所谓的两亿个币 大概是一块多钱 最后涨成两百多块钱 实际上它发行了二十亿个币 那它分分钟中就把你钱拿走了 再一个它的钱放哪了呢 它所谓我买了比特币 还有Luna所谓的算稳币 这就随时可以给它一个合法的理由 把你钱给你洗手关掉了 更夸张的事情 它没营业执照 现在拿到了迪拜给它的一个 所谓的交易所营业执照 而且有限制的营业执照 而且它过去是没有KYC 谁来都行 而且它过去是没有KYC 谁来都行 它曾经说过 我们是98%的外国人 2018年说的 最后说我们75%是中国人 现在承认60%曾经是中国人 总共它玩了200个亿美元 这200亿美元可能害了中国人 最起码几万个人进监狱 流离死属 甚至有人丢掉了性命 关键是它跟太币 还有整个的火币 都和共产党它一起行动 这就太可怕了 美国政府针对BIN 进行多年调查 终于有所斩获 司法部长辛奇尔宣布 这家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以坦诚犯下反洗钱和制裁法 BIN执行长赵长鹏 原本面临一年半的刑期 后来双方达成和解 BIN同意付出43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1350亿元的天价罚款 同时赵长鹏也将自行下台 BIN这次遭到重罚 主要与放任恐怖组织与违法分子 通过平台洗钱 移转资金与非法获益有关 关键是他跟太币 还有整个的火币 都和共产党一起行动 这就太可怕了 第四位咨诺